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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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赔的一半都没有 因为你之前 谈谈企业教练也好企业顾问的基础是你之前 你说把销售做通了 我爱我家你管的团队规模多大还是客体销售 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店长 管过的人数大概应该最多的是12个人 然后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了 你的薪资构成是怎么构成的 什么 薪资构成 60万 你自己做多少 团队提多少 我说的这60万完全是自己做 也就是说你做店长的时候自己做业绩 不是 是我做店长的时候赚的反倒没有 我自己做经纪人要多 也就是说 那就是第一个是对的 的确 但你后面有说一句话我就听不懂 因为据我所知的话 你刚才说的是带人投资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客户赚钱 什么叫投资收益 你的收益是什么 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我需要预测每一个政府出的 就是政府政策背后的东西 其次就是我要有远见性 就是大概能透支6到12个月左右的一个房价 其次就是说资金的运用 一些投资的人他们会找我咨询 我大概三个钟头的咨询费是一万块钱 然后就说咨询完了之后 他的财产大概想要投多少钱 他的本金会留多少钱 这些钱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风险 现在的国家的政策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步 然后值不值得去投资 值得怎么样去投资 投资的方法大概有好几种 他的业绩是真实 在中业行业是有一些 以商业投资来做商业投资的 然后我们就回到现在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先要做的是一个企业顾问 是企业顾问 一个销售做到极致的时候 做企业顾问 企业顾问大部分还是管理部分居多 而不是一个营销训练 不是简单的销售训练 那你为什么做一个销售 个体做到极致的时候 就可以认为自己可以做一个企业教练 第一我帮助过三个人 创业这三个人现在都还不错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当销售做通了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企业都是服务于销售部 我是这么看的 销售部是一个企业的咽喉部 第三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一个阅历和一个经验 已经可以让我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或者去学一件这样事情 好 二位观察了 我观察的有点 有点模糊 我看不清楚 所以我还想问一问题 你帮商人创业都非常成功 你有资金 你一年六十万 对不对 那你做了五年 平均下来 我们不说多少 至少七百万 为什么你自己不创业呢 有过这个想法 但是说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我自己的心态是有问题的 就比如说我刚才回应这个这个boss游会后 刘总的时候 其实上我是在跟他做一种情绪上面的对抗 我并没有说 就是我在急于的表现自己 因为我我十二岁出来就是中间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事情 心智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这么多年也在不断的改进 所以说我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创业 我觉得应该在历练起来 我一直觉得他那个真的表现的非常好 就是有备而来准备的非常充分 刚才Front的一个问题 他突然开始口吃起来了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创业这个话题 为什么对你来说是一个大议题 我先回答一下 就是说我口吃是因为我是 就是惊吓性口吃 是小时候挨的 然后这是我后来练的 然后练到现在还有一点点 但是不明显了 他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开始口吃 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你受到了惊吓 我觉得没有受到惊吓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种时候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小学毕业在学历 但是他现在谈吐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我现在就想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一直在进学的这样的一个 他让我想起李宜舟一个国事一个小学 但是他的年龄其实才有27岁 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滴水不漏 我想问你现在60万年薪其实是很高了 甚至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位都要高 那么你放弃这样的你寻找一个工作 你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你真实特别真实的动力 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一是我不能在我30岁35岁的时候还在做中介 我是这么看的 我对自己有更高的追求 第二个原因 这个钱对于我而言略微有些多了 我怕这份钱把我绑在这里 我出来再也找不到这么高工资的工作了 我就再也不敢挑了 不了了先第一印象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印象先来决定 刘宇康是须是留 选择 最后离开 最后离开 好也离开 酒杯流下来 天中我有财 来一宗超方网 超方本身也是一个房产信息集团 就是也是一个网站 我是和新成员金玉松 陶房网CEO 陶房网是中国专业的房屋买卖 缩链信息服务平台和网站交易平台 帮助广大买作用户 称快更好的逃到理想的房产 我需要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销售的管理人员 可是 刚才会不会已经帮我问到了 你个人销售能力很强 可是你的管理力 你确实不强 然后你还说销售通了 销售通了的话 按照理你最大的能力应该是你能培养出更多能挣六十万的人 这可能是我需要的 可是你要说你没有这个能力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是我管理水平的确有很菜 我的优点在于我的逻辑统筹 分析能力应该是超强型的 如果在座各位有人给一份给你原来的薪资比远远低于你原来薪资的工作 你会怎么想 比如说你现在是六十万 别人给你是十万年薪 你会怎么想 我不在乎他给多少的薪资 如果你觉得就是您们觉得我现在还不能去做一个企业的顾问 那你只要给我一个可以做企业顾问的一个 一个一个角色 比如说企业顾问的助理等等的都可以 薪水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只要让我将来是一个企业顾问就可以 我从这个行业跳出来 我有这方面的充分的一个思想 你未来其实是想自己创业的 你未来自己创业想做的就是企业咨询对吗 这跟我的天性很符合 你说理解的企业咨询是什么 我所理解的企业咨询 我没有上网去查任何的资料 就是给企业找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但是当你对行业都不熟悉的时候 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那我能这样吗 在座有一位boss的网站 就是其让我还是会员 就是略微的还关注的 多一些 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严谨一干 然后用他的想法来印证一下就OK了 就是说我觉得我注册了一个账户 第二天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红娘 然后你只要交多少多少钱 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我说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他就给挂了 至今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没有再给我打第二个电话 所以说您部门的销售培训部 我不知道有没有模拟销售这一步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注意的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销售系统 会对我们的用户进行筛选 然后他打第一遍电话的时候 会把你归到几个用户当中 有可能是他把你归到 就是不可能完成继续销售的这种客户当中了 但我不知道你当时怎么沟通 也许你的回决态度相当坚决 他就归进去了 所以没有第二个电话再打给你 那么说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客户 我可以通过培训 让您的销售业绩不敢多说三成是没问题的 如果您的能力水平 谁要的发出 改变销售的思维 不是但是那个 销售思维是什么 销售思维是什么 我们的销售思维 我们的销售打给你 你觉得他的销售思维区间在哪里 引导思维不对 校官你就看我问你一遍嘛 对对对 我我我 OK 我是会员好吧 OK来 喂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是的 我这边呢是百合网的红娘多少多少号 然后呢 我看见您注册了一个百合网的账号 是 不是免费的吗 你们 是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对您的这个伴侣 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第一 善良 第二 顾佳 第三 温顺 咱俩的想法 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那您看这样 我先从我们系统上来 我先给您推荐几位 您先看看 然后呢 您觉得我推荐的符不符合您 要签吗 不要签 不要签 好 没有你追吧 OK 那那个我大概推完后 我会通过您注册的这个邮箱 我会给您发一个邮件 可以 没问题 好的 那成 那打扰您了张哥 好 他会用这种方法 明白 我 没有销售 他就是先点击铁嘛 我知道 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 这样我点击个问题吧 谢谢你 我点击一下 我点击一下 我来点击一下 说实在这段模拟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呢 这个咱们很客观的说 第一个呢 他一次都没有不认可你 认可认可是销售的开始 第二个 他买了一个陷阱 对 他让你先欠他钱 然后再跟你说 你有合适的 你就该交钱 他让你有个欠情的感觉 像你这么觉得客户 人最怕欠情 最有一个恩惠的效应 好 是的 但是 但是伟康 我觉得跟这段模拟没有关系 其实因为刚才 母言爆露出的是 他们那个数据库模型有问题 伟康因为他做大客户出身的 他是觉得一切客户 尽有可能 他是粘性的那种销售 我在销售 要不要再试换客户 你不能 所以这一点 他这个回答 其实剩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伟康确切实实 一个是对行业不了解 一个是对销售管理体系 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刚才你回答的问题 你完全不需要通过模拟 你说我改你的数据库模型 这样这样这样 我俩在这聊的时候 我遏制住了他 因为他在我耳边 浮浮吹气 我们等一下干嘛 他说我想知道 我能不能再释放一点 你想干嘛 第一 我至今在北京房地产业 不要说卖房子很容易 房子是让人拿出一生的积蓄 来买的一件商品 我如果卖房子能卖的好 我觉得我卖什么 都能卖的比较好 我在这个行业 我至今没有看见任何一个 能跟我 我不能说能跟我相比 但是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 真正能做到我这份上的人 对于销售 我有自己的套理论 这套理论已经相当成熟了 我为三大中介 培训过近两千名销售员 而且是齐高训 也就是我不做这种基础训 是齐高训 全通州的经纪人 都是我的徒弟 我有这样的销售的能力 为什么您要 就是我不明白 是我表达的有误 还是 小伙子 你咱销售的 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 考一句说话 考本人吃饭 是应该很牛 但今天你表现的太容易被刺激了 如果是销售记录的话 我也创造我一杯销售记录 但是有一点 别那么反弹情绪 咱做销售的时候 遇到真正的客户 我们是你的客户 你的情绪反弹太快 就让我有的时候觉得 你的水平很高 但你情绪控制能力 不是很确定 违抗 违抗 您说的太难了 是的 你知道 稍微控制一下 好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 我的能力明明在这 我该说的都说了 该明明都聊了 你们还没聊没聊的 容易让人挤眼 我都理解 然后但是 咱们得有风度 好吧 我觉得坦率说 企业顾问 各方如波山你不适合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 企业内部的销售培训师 这样的一个岗位 接受 我接受 但是呢 我只有一点 一点要求就是 你在让我做培训师的时候 你一定也让我接触 其他的面 来锤炼我自己 各位